首先在我身邊的是市長候選人李梅貞 以及競選總部的主任委員林思宇 林主委 還有我們的議長 鄭麗彥 鄭議長 在我身邊的兩位是蔡武宏 蔡英元 還有蔡經營 蔡英元 今天我們要開的這個記者會是我們今天要簽一個反貪欠傑書的部分 那在這邊也要特別的跟大家報告 最近社會上面的氛圍的確是沸沸揚揚的 從我們這個一路上面大家對於聯能政府的要求從來都沒有減少過 每一個政府我們都希望是一個又聯又能的政府 所以什麼時候貪污或是腐敗的政府會漸漸的形成 都是從來都不是在檯面上的 都是在檯面上慢慢的形成 那一個政府要變成是一個貪腐的政府 也絕對不是一瞬間 絕對不是一瞬間 它常常是長期累積下來所導致的一個長期的共犯結構 那所以呢我們希望從一剛開始我們的政府就能夠保持清廉 然後呢是一個有能力的政府替我們所有高雄市的市民來工作 所以呢在這個階段點我們的市長候選人李梅貞 也特別因為我們社會上面最近收購案的氛圍 希望呢我們所有三個候選人都能夠針對 就是在貪污上面的事情 不要不要有這樣的事情在發生 所以呢提出了所謂的反貪切結書 那針對的三點主要就是貪污的話就放棄假釋 如果貪污的話 家人涉貪包政府工程就要下台 那如果所屬的政務官涉及貪污的話也要下台 這三點是我們今天簽署的重點 在我們開始講有關於這個內容之前呢 我們要放一段影片讓大家先看一下 我們是不是準備一下先放一影片 我們要四年繼續執政大家聽懂了 南平南政區 我們要集中選票 唯一支持蘇貞欽 大家說好不好 好 我們說這次 平南幾乎 我們集中所有的力氣 集中所有的選票 唯一支持蘇貞欽 好不好 好 各位大家請拜 唯一支持蘇貞欽 蘇貞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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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兄弟阿中最關心我 我在選去 不是比較大的跟我說 兄弟選了什麼 我常常都跟他說 阿皮皮串的 這樣要怎樣 他說這樣我就來幫你 幫你加油 幫志祺 所以 別這樣說 吃幾幾次像頭 我自己的 幫大哥 我跟阿中 親如兄弟 別這樣說 打貨而已 插親兄弟 不是 跟他說要跟阿中的手 我一定要跟阿中 做會打拼 把我們平南幾乎 這是最重要的力 為我們擱拼 這樣好不好 阿籃 我們擱拼 吃兩隻 口齁 我沒有知道 我們擱拼 取得了 到大陸 城市 還會 要在這種 方式 發展 八項 我們相會 知道 這是 我 親身 願 我 我 你 一千塊錢 賣給一千塊錢 賣給一千塊錢 現在 請兩千塊錢 賣給一千塊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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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還沒有執政之前 我就說過 我今天還要再講一次 升官發財 先走別門 我們執政的目標 不是為了自己的利益 而是圍繞臺灣更好 謝謝 我們有看到剛剛所播出來的這個影片 我們在這邊就要特別提一下這個故事 在高雄 其實我們所知道的 以前有所謂的外勞的太勞案件 然後呢 在這一次的收購案件 其實呢 這兩個案件呢 年代都非常非常的久遠 而且呢 似乎在外面有一些傳言 這些東西好像也一直都有延續性 那但是呢 傳言是傳言 但是一直也都沒有被證實過 但是在這一次的收購案裡面 我們似乎看到了一些狀況 譬如說 當時的收購案 我們知道18年前 2002年的收購案 當時涉及收購案的人 就是吳淑貞 黃芳燕 還有就是陳其邁的爸爸 陳澤南三位 那這三位呢 特別的就是在這一次這個陳澤南的部分 其實他當時收了所謂的收購禮券 有1000多萬 那呢 在這一次我們看到 李恒隆18年前 拜託了陳澤南 18年後 他拜託了蘇正清 這位跟陳其邁 親如兄弟 帕後兩餐親兄爹 蘇正清 親如兄弟嘛 剛剛我們聽到是這樣 然後呢 李恒隆找上了他 然後這一次呢 蘇正清 疑事收賄2000多萬 這個金額 是不是到時候 我想檢調單位還會再證明 那但是呢 我們感覺比較特別的是什麼 當時呢 2002年的時候 跟四年前這個收購案 正在發生的當下的時候 其實陳其邁 市長候選人 都是立法委員 都是立法委員 然後呢 他選擇的是 他對他的父親 因為呢 這個父子之情 那他可能前面 他也不知道他父親 做了什麼樣的事情 所以呢 他可以說 他不知道 他可以不說話 不做任何的批評 但是 18年後 面對他的親如兄弟的蘇正清 一樣的狀況又產生了 那他可以說 他不知道 他可以保持沉默 不說話 那這一位立委到底及格嗎 我們都知道 立委的工作還是一樣 是監督跟建言 所以呢 這位立委 如果連他身邊的人做了這些動作 他都沒有辦法察覺到 他怎麼在監察院裡面 替我們監督任何的一個有閃失的地方 所以呢 他是一個及格的立委嗎 大家思考看看 他真的是不知道嗎 他選擇不說話是為什麼 所以是應該不說話嗎 所以在這時候 貪腐保持沉默 對貪腐保持沉默 執政以後 如果有機會讓他執政 會不會就因此而墮落 會不會就因此而墮落 因為他選擇不說話嗎 所以我們在這邊要對陳其邁提出三點 覺得他應該要做說明的地方 第一點 十八年前 你的父親涉入收購案 十八年後 換了你的兄弟 蘇正清涉入收購案 大家有沒有覺得很巧合 我們以前小時候玩過一個遊戲叫做蘿蔔蹲 白蘿蔔蹲完是不是黑蘿蔔蹲還紅蘿蔔蹲 那陳家蹲完了以後 換蘇家蹲嗎 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嗎 中間 李恒龍的角色不變 這條線是誰牽的 你要不要說明一下 跟你有沒有關係 這件事情 我相信應該要跟社會大眾說清楚 講明白 我剛剛在前面引言已經說過了 貪污從來不是在光天化日之下 他一定是在私底下進行的 所以呢 有沒有什麼樣的問題是沒有說清楚 講明白的 所以這件事情 所有的民眾也應該要知情跟了解 為什麼這麼巧合 18年前跟18年後的狀況 竟然是如出一則 我想你現在身為市長的候選人 應該要跟所有的市民朋友 把他說清楚跟講明白 然後第二個問題 我們想要問的是 18年後 你的父親 兄弟 涉入收購弊案的時候 就是說 2002 年跟 2020 年 兩件的收購案 一個是父親 一個是兄弟 當時你都是時任立委 那出事了 你到現在都還保持沉默 父子你說不能切割 父子你說不能切割 這個我們也能夠感同身受 那就算了 但是連蘇正清 你都不能夠批評 都不敢大力去譴責 你縱容 親人 好友去做貪污 甚至呢 沒有辦法發現身邊人的貪腐狀況 如果你當了市長 在你的身邊所有有貪腐的狀況 你都不能夠察覺 只能用不知道 不說話 來回應所有的市民大眾 那怎麼樣做到防貪跟除弊 我們在這邊要二問陳其邁 第三 我們要問 去年你跟幫蘇正清來站台的時候 你說有政府會做事 有政府會做事 好像中央跟地方都是一樣的詞句嘛 這句話 目前也用到了高雄市來了 那現在 屏東有政府會出事 有政府會出事 那請問一下 屏東鄉親啊 剛剛小英總統也講了 屏東同有這個 在這個中央絕對不能缺少的 就是阿中立委 就是阿中立委 那請問一下 現在呢 屏東人應該覺得有點受騙的感覺 所以呢 這一次呢 你在選市長 你又說有政府會做事 告訴所有的高雄人 高雄人是不是應該要質疑一下 這個政府拿到了公權力以後 會不會變成有政府會出事呢 有了政府的權利 會不會又出現這些亂七八糟的事情呢 所以在這邊 我們必須要你把三點說清楚 講明白 在所有的這些政治的舞台 亮麗的舞台上 可以跟你發聲的時候 照道理來講 你說出你的抱負跟理想 說出了彼此之間的關係 那所以呢 如果你今天告訴我們 屏東有政府會做事 但是屏東現在也變成這個樣子 現在高雄又是有政府會做事 所有的人是不是應該要擔心 以後拿到政權的人 會不會又導致我們整個政府的腐敗 那所以呢 今天梅貞提出了所謂的反貪切結書 在這邊要招告所有的高雄市民 只要是要參選高雄市市長的所有的候選人 梅貞邀請大家一起來簽署反貪切結書 那接下來呢 我請梅貞針對這個反貪切結書的內容 跟大家來報告一下 也希望呢 我們三個候選人 可以把這反貪切結書 就像梅貞一樣都連署下來 將來所有的市民朋友 我們看 只要是哪一個市長候選人 違反的這一些 這三條中的其中一條 他就必須要下台負責 那我接下來請梅貞跟所有的朋友報告一下 謝謝 梅貞從參選以來 一直都在思考 高雄人民需要的是什麼 看到蔡英文政府連任之後 貪污舞弊事件不斷 讓人驚訝的就是 有權力 就是有絕對的腐敗 所以梅貞感到非常的遺憾 剛剛莉娜議員有講 在屏東有政府會做事 先騙屏東的票 現在來高雄 有政府會做事 是不是又要騙我們高雄的票 看到高雄年3300億的負債 相信這3300億的負債 裡面就包含絕大的貪腐 所以讓高雄負債這麼多 那梅貞覺得應該還給高雄一個連任的政府是最重要的 所以梅貞今天看到有一份連任的切結書 反貪腐挺青年的切結書 貪污是萬國公罪 從政者絕對不能違反的第一個天條 過去20年民進黨執政時期 高雄市的弊案連連 官員色灘有時有所聞 絕對反貪腐挺青年的市長 才會符合我們高雄市民的期待 我希望還給我們高雄一個青年的政府 所以本人李梅貞堅持青年從政 在此向全體市民來鄭重宣布 我當選高雄市長 若有犯貪污罪 定御執行後 絕對放棄假釋 服務外衣兼等的這些權利 甘願受法律最嚴厲的制裁 第二 若家人涉貪 或做著權勢而包工程的話 本人也願意下台負責 第三 若市府居住首長 政務官色灘 本人將負政治保證責任赤字下台 所以我今天要在這裡先謝謝書 未來我也要邀兩位候選人 也簽跟我一樣的切解書 我們會送過去給他 美貞現在為我們簽這個切解書 剛剛所唸的這三點 我再補充一下 我們剛剛聽到這個蔡英文總統 其實講了這一些話 但是大家知道 從國二零到現在其實才兩個多月而已 我們聽到在媒體上面是什麼 蘇貞參的女兒拿到政府的標案 綠營團隊裡面很多狂吃政府標案的 以及蘇貞清的這個收賄案 所以呢 小英總統不是講說 升官發財 沒入齒門嗎 這個是一個歇後語嗎 後面有沒有一句叫做有了黨政就有了後門 我們想請問一下 他說絕對的貪腐 絕對的權利 他希望對於貪腐的部分就要去防止 但是呢 我們所知道的是 絕對的權利往往導致絕對的貪腐 所以呢 我們很擔心 綠色執政 貪腐保證這句話 會不會又復批 所以呢 我們可以看到梅珍所提的這幾點 譬如說 要用最嚴厲的方式 來這個檢視 如果自己貪污的話 就會放棄講師 家人如果包工程 包政府的工程的話 就要下台 所有的政務官涉貪的話 就下台 所以呢 我想針對這三點的部分 我們也要特別的 跟所有的民進黨的民意代表 政務官特別的也請大家 共同來遵守這三點 這個時候剛好是高雄市市長補選的時間點 所以呢 梅珍市長候選人 也會邀請另外兩位市長候選人 共同來簽署這份的這個竊節書 那待會呢 我們會先到 吳亦正的競選總部 來請吳亦正市長候選人 來做簽署 之後到陳其邁的競選 競選總部 請陳其邁來簽署 那所以呢 今天梅珍在這邊做了一個示範 我們也期待高雄市能夠有一個聯能政府的展現 那如果說想要用這個政府的權力來做任何事的人 我們期待呢 這件事情在高雄市不要發聲 不要發聲 那所以我們都知道 韓國瑜用正式的選舉 然後呢 當了一年半的時間 然後就進行了補選 在高雄市所謂的陳其邁陣營喊出來的光榮頭三次 我想所有的市民朋友去思考看看 我們為什麼要經歷光榮頭三次 因為是不是又陷入了誰私底下的一些盤算 我們又陷入了誰在私底下的一些預謀嗎 那所以我們期待這些事都不要發生 只是我們的猜測 我們期待呢 三個候選人都能夠簽這個反貪切結書 所以梅珍在這邊選史 那由我們的這個林詩宇的主任委員 跟我們的議長 曾議長 跟我們在場的所有議員 在此一起邀請三位候選人共同來簽書 那我們是不是請梅珍這邊站起來 跟大家一起來 那我們在這邊喊一下反貪腐挺青年 那我喊反貪腐大家喊挺青年 來 反貪腐挺青年 反貪腐挺青年 各位記者朋友是不是都拍到畫面了 可以了嗎 還沒有要補充的或是要詢問的有嗎 反貪腐挺青年 是我們全國人民想要的 剛剛講了 貪腐是萬國公罪 所以我也是希望一視同仁 不會有任何例外 那請問請問一下就是說 因為現在連武藝鎮都 這個貪腐會是什麼 貪腐會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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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貪腐挺青年 應該跟模糊焦點沒有關係吧 這是我們的決心 而且貪腐這件事情現在 是造成社會的動盪 那我們站出來 身為高雄市長 這件事情現在 這是最先要表態的 這跟模糊焦點沒關係 所以你也是覺得說 臺北的立委涉潭 你們會有同樣的標準去選擇嗎 當然我希望一視同仁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我們今天記得回到這邊 謝謝 謝謝大家 送到另外兩位候選人的 那個競選總部給他們簽署 下午嗎 中午之前 中午之前會送 那我們在這邊也邀請 所有的媒體朋友 如果想要了解 這兩位候選人 是不是有欠的話 都歡迎大家一起去關心 我們會由這個發言人 呂慶偉過去 遞這個切結書 給兩位的候選人 那我們就記者會到這邊結束 我們稍等個五分鐘一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我們下一次